因為現在BNO是怎樣呢 可以逗留半年 要留下身份 現在延期一年可以逗留十二個月 基本上你離境一天就OK 但你還是未有真正的居留權身份 或者真的可以拿到當面的福利 你現在要在那邊 第一 要有工作 或者讀書 只讀書不做事要十年 工作五年之後就可以申請做英國人 香港人就是臨康 香港人喜歡少少 香港人喜歡少少 直到今天為止 雖然Boris Johnson上台說會修改一個政策 但是以今天為止 絕大部份在英國畢業的人 都不能留下當地工作 但是以今天為止 絕大部份在英國畢業的人 都不能留下當地工作 不過來說 英國佬賺完你的錢之後 你就要離開 回香港 所以 怎麼算你在英國讀書 和歐洲讀書相比 英國很容易是虧本的 因為你花的錢多 但是你沒辦法當地賺得回 也賺不到當地的居留 而歐洲讀大學就不用錢 而且你畢業之後找到工作 就可以入籍 這個首先要搞清楚 齊大哥就會問 既然在英國讀書又這麼貴 又不讓你留下 又不讓你入籍 明天收到例子之後 另當別論 但是起碼這一刻來說不是 還要嗎